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嘉宾,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由香港物理学会和香港科学馆联合主办的2005年国际物理年广告系列, 今次是10月份的逆时是第10港, 我是香港物理学会的干事,许白铭, 联合国大会在去年就宣布了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 在联合国的决议案之中就提到物理学的重要性和贡献, 其中包括了认识到物理学对人类骨断认识自然的一个重要基础, 强调了物理学在教育人们和提供在建设发展的科学基础, 认识到物理研究和它的应用一直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第四个原因就是2005年刚好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做出几个惊天动地的成就的100周年纪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庆祝物理学在过去的100年左右, 对人类尤其在应用方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全世界各地的物理学会,包括香港物理学会在内, 都在安排很多活动去庆祝这件事, 比如说香港物理学会除了做了这个广告系列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展览, 大家在这个演讲厅外面, 我们今天都有一个物理的展览, 叫做物理的前缘, 是介绍香港各个院校和一些物理前缘的课题, 以及院校里面做的研究, 而香港物理学会亦都在年初派了一队六人的学生代表队, 在巴黎是参加了这个国际物理年的开幕典礼, 香港物理学会很荣幸, 可以今年和这个香港科学馆合办每个月一讲的广告系列, 这个广告系列也是得到全香港各个大专院校里面物理相关学系的协办, 其中是包括香港城市大学, 物理及材料科学系, 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系, 以及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物理系。 今天我们到十月份这个讲座, 过往的九个月, 我们已经有超过二千五百位人士, 学生老师等等, 来参加过我们这个广告系列。 今天我们很荣幸, 请到香港城市大学, 物理及材料科学系的广告教授, 朱健豪教授和我们主讲。 朱教授也是在香港受中学的教育, 然后去了美国留学, 先后在1979年, 1982年, 在康乃尔大学的化学系, 是得到碩士和博士学位。 由2001年开始, 是城市大学的讲座教授。 他主要的研究的范围, 是材料科学, 离子体的科学, 今天将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以及一些半导体, 在绝缘体上的一些材料方面的研究。 当中, 朱教授已经是发表了数百篇的论文, 亦都有多项的专利, 在大家入场的时候的长看, 已经一一介绍。 除了在城市大学任讲座教授以外, 朱教授也是多间中国重点大学的兼任教授, 其中包括北大、复旦等等。 朱教授亦都是国际电子工程学会的会士, 亦都是多个期刊的编辑委员, 可以在香港里面来说, 在应用的研究方面, 朱教授是物理界里面的表表者。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朱健豪教授, 和我们主讲等离子技术的医学形容。 在时间交给朱教授之前, 我想代表主办单位, 香港科学馆和香港物理学会, 自送一份纪念品给朱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先放回那邊 你們聽不聽到我說話嗎? 沒問題吧 我都想過為什麼我會來這裡說話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今年是愛因斯坦然 我又不是做Physics 我是Material Science 我想問一句 他可以做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是否想出資Paper 或是想出名 或是想求資 最終目的是我認為做研究 是想我們生活得好些 因為知道多些東西 例如手機快些 醫學會進步些 我覺得應用這個範圍很重要 我今天會講一些我們在Pasma方面的研究 Pasma大家都聽過 特別在電視方面 你知不知道Pasma電視怎麼行動 有誰不知道 不知道 很少人不知道 不用說 Anyway Pasma方面就是很廣 實際上可以介紹 我講之前我先講一下 Biomaterial 然後我會再講一下 有關Pasma是什麼 然後我再講一下我們的應用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發問 我亦都很casual 因為我也是很教書 我先講Biomaterial 就是生物的材料 生物材料 我們一般來說 什麼叫生物材料 譬如我們人工植入骨 心繁 那類的東西都是生物材料 生物材料 有兩種 一種是Natural 就是我移了一個豬的心靈 或者肝臟 那些是Natural 或者是人之間的 有一種是Artisticial 有些我找不到 要找一些人工的材料去做 譬如一個生物材料的development 我們製造生物材料出來 實際的process都很繁複 一般來說 我們有一個material selection 即是我們有一個應用 譬如我們應用在心臟裏面 或者骨頭裏面 我們先找到一個材料適用 譬如泰金屬也好 或者高分子 polymer也好 然後我們有些material 選出來是有這個價值去用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analysis 即是說是否真的得到這個材料 我們叫Structural Analysis 和Property Evaluation 這就是我們看這些材料 是否合適用 包括它的economic structure 或者它所有的Property 譬如是否夠硬 以及生物的兼容性 那些都很重要 譬如做了這件事之後 就發覺沒有問題了 我們所有的Property都很正常 可以用得到 即是夠硬 又可以持久 又沒有問題 不會硬 第二件事再做生物的測試 因為你的材料很好 不是代表你在人裏面OK的 所以我們有兩種的Test 就是invitro的Test invitro是叫做體外的 體外的話我可以做實驗 那個material是用一些chemical去試一下它 或者不同的條件去檢查它 譬如我們可以種一些細胞上去 一些蛋白質 protein cells 或者是一些抗菌的東西 我們種一些細菌上去看看它能不能生到 做了這些實驗之後 如果實驗結果是OK的 是很好呢 我們就做下一步 叫做invitro的Test 這個叫做體內的測試 多數來說 初初做 就先做動物 一早就做人 因為很危險 做動物 就多數 譬如我接入了這個東西 去動物身裏面 看有什麼反應 多數有些做small animals 譬如做些兔仔 那類 或者是中國生 可能做過 如果再大隻一些 可能做些羊 牛 那類 如果發覺這個都沒有問題 譬如實驗了之後 功能都很normal 可以很持久 沒有發炎 沒有生病 跟著就叫做clinical study 就是做人 這個process很浪費錢 很浪費錢